在海上建的一個房子 看起來很普通對不對 我們進去看一下 這玻璃 出自爛造的玻璃 我真的沒進去啊 可以的吧,玻璃都已經這樣了 沒進去嗎 我們等一下在裡面測試一下玻璃 門在這兒 沒有門啊,門都沒有 進來 這是一個海灘的這種 小木屋 這麼大的電視 超大電視 然後這邊啊,直接我們就是在海上的 直接在海上的 就這個玻璃啊,有點太差勁了 質量你看,什麼質量 我靠,我靠,我靠,掉下去了 上上上上 玻璃質量太差了 對不對 課廳,誒你誒,這邊一個這麼大電視 然後這邊又一個電視 這個設計有點不合理對不對 這個設計它主要是為了顯示出我們土豪的身份 土豪肯定就是說 電視特別多對不對 然後呢,空著閒置的那種東西啊 呵呵,就是一般正常情況下 大家都不會去買第二個電視 同一個客廳對不對 但是土豪不一樣,土豪有錢 所以說他買多一點 然後廚房,簡單的一個廚房 然後餐廳 其實這個地方其實很簡單 連門都沒有你看 窗戶啊,什麼的都是那種出自爛造 然後這一張床,它就很簡單 剛開始的時候我也以為啊 這個,這個東西啊,它很簡單 對不對,好像這個東西有什麼 對不對,隨隨便便坐一下就說 這個,這個算什麼東西啊 好意思叫別墅嗎對不對 但是實際上啊,實際上啊 我要給大家看的是這個 它的一個隱藏的東西 它這裡為什麼準備了一個潜水艇呢 嗯,接下來就給大家展示一下 為什麼 要一個潜水艇 原來啊 原來啊 等一下 我們先下來 哎哎哎,你這潜水艇 能不能用了 哎 哎 這 這 這潜水艇 潜水艇它壞了 那有點坑啊 我這潜水艇還想說給大家演示一下 那 我看一下 那上就不知道怎麼去了 我們直接這樣 直接游下去了 我們迈狗臂器 能力非常的強 給大家看一下啊 原來他是這樣的 他其實啊,不是 那個頂上啊 只是一個什麼呢 只是一層 其實他這裡是有好多層的 你看到沒有 哎,這裡他其實還有養了魚 大家發現沒 養了魚 但魚好像已經死了 要 我我我為了救下這個魚啊 我把這個玻璃打碎了 打碎了之後這個魚會不會游走呢 魚還是魚已經死了啊 你看 但是呢 他是這樣的 他這個地方你看 他實際上啊 是那種很高的很高的那種公寓 大家看到沒有 正常情況下 這裡是沒有這種房子啊 他實際上 他是這個公寓 他要凸顯的是這個東西 水底下的一個公寓 然後我們住的是那個最高層 他是這個意思 嗯 實際上他是要表達的是這個意思 但唯一的就是說缺陷啊 或者怎麼說 就是說我們不能啊 在這個公寓裡邊啊 在水下的公寓住 其實是有好多層的 你看 其實是有好多層的 他的玄機啊 其實是在這個海底 你看 如果我不跳下去啊 不跳下去看的話 可能就沒有發現這個東西了 實際上是這樣的 他是好幾層的 一層 兩層 三層 四層 五層 六層 七層 感覺是有個七八層的樣子 加上我們這上面這個 實際上他是這樣的 所以說他這個就是說 他不是浮在這個海上的 他是實實在在有個建築啊 在那裡有地基的 嗯 有地基的在那 哦 然後 那個 我給他 好 我覺得差不多了 這個這個東西他就是這樣 反正 嘿 我那個 麥藤估計也被人偷走了 上我這個遊艇 嗯 嗯 哎 哦 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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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 這個 什麼呢 原來啊 他這裡的這個東西 他是什麼 都是擺設 都壞了 放在這就是給人看的 哦 原來是這樣啊 都不能用啊 你看 這樣就有點坑 哎 等一下 哎 等一下 這這幾個人怎麼回事 淹死了嗎 哎 哎 這好幾個人怎麼回事 淹死了 我救一下你兄弟 我救一下你 你看 我不打下他 他好像就那個什麼了 這幾個人你看 定住了 兄弟我救一下你 哇 我們麥可 麥可是個好人啊 哎 不對那個兄弟 那兄弟B氣 這個 你這B氣也太差了吧 才呼吸幾口啊 你就死了 哎呦 我們也受不了了 算算算 我們救不了你了 救不了你了 這邊是什麼 讓一下 這兄弟就是 哎哎 你幹嘛打我 一妹的 就讓一下怎麼啦 我靠 讓一下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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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 現在的人啊怎麼 都這麼暴力 我們不提倡暴力啊 我們不能幹這種事情 不能提倡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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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上來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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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這樣我們這個 車子也給大家看了 然後包括這個房子啊 很有趣味性的房子也給大家看了 然後本期視頻啊我們就先到這了 然後喜歡的可以點一下訂閱 哎等一下我們不要跳下去了 我靠 哦 喜歡的可以點一下訂閱 持續關注一下我們的土豪人生系列 下期還是我們的土豪Michael 我們的土豪Michael啊 比較喜歡搞事情對不對 啊也是會上非常的歡樂 作為我們這個土豪 土豪人生的扛爸子 因為畢竟Michael是這個土豪人生出產次數 應該是最多的吧對不對 僅次於 也不是僅次於 應該是最多的 應該跟熊哥是差不多的對不對 我沒有距離去數過啊 沒有距離去數過 我們這個Michael是一代主角 下一期還會開這個奧迪Q5 好 那麼本期視頻就到這了 喜歡點一下訂閱 請去關注一下我們的土豪人生系列 好 那麼下期視頻